各位全國投資網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是我們的7月30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来 政府股海共創雙贏 好 美國股市昨天四大指數 再度的全面收紅 也帶動了台北股市 今天再度由台積電來做領軍 指數開盤 跳空開高 漲個150點開出 最高來到12769 漲了228點 那盤中一度是一個大幅度震盪的拉回 從高點12769到低點12616 哇 這個也拉回了150點左右 那呈現個上衝下洗之後 尾盤收高漲了181點 收在12722的位置 那是不是代表說這個盤 前兩天上衝下洗之後 今天拉高又漲了181點 大盤又要準備繼續往上衝了呢 這個部分待會我們再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盡的說明 那節目一開始還是先來按照官吏跟會員朋友跟投資網報告一下 憲榮老師今天給會員朋友操作建議的內容 那這兩天我們連續兩天都鎖定同一檔股票 來複製成功模式 昨天還記得跟大家講原相 有沒有在利多頻傳 報紙在說受惠於switch的熱銷 原相成長動能強勁 今年要拼賺一個股本 獲利渴望改寫第10年來的新高 這麼多利多之下 昨天開低爆量一度拉高翻紅 吸引了散戶搶進之後 發現有大戶拉高出貨的跡象 短線動能指標 一番黑出現轉弱訊號 所以昨天憲榮老師建議會員朋友 先賣後買做當衝 昨天建議大家這個地方 196.5到197.5之間賣出 全部成交平均賣在197的價位 殺下去11點不到 已經跌到最低192.5 我們193建議大家買回來 先將4塊錢的價差 穩穩的放在口袋裡來 很多人昨天操作個5張 一口氣進賬個2萬塊左右 放在口袋裡對不對 那今天呢 今天再來鎖定一次原相 當原相的股價照盤開個高 一度爆量又往上拉高衝上去 看似大單敲進 吸引散戶在做搶進 在做誘多的動作 我們可能看這裡比較清楚一點 這是今天的原相 後面把它遮起來 你會看到 哇 早上股價震盪之後 又開始往上衝了 底下這裡都有大單在做敲進 對不對 很多人看到這邊就覺得 哇 今天盤這麼好 指數跳空開高漲了100多點 今天原相有大單在敲進 應該趕快追啊 追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很容易又追在高點 然後就掉下來 做錯邊又套牢又賠錢 可是如果你學過 憲榮老師的超盤級技術分析 你會發現到在這個拉高的背後 有大戶怎樣 趁著台積電拉高指數上來 趁機股價也在做拉高 然後出貨的動作喔 那再加上短線的擺戰指標 高檔交叉向下有轉弱訊號出現 所以呢今天憲榮老師9點54分發出通知 建立大家快打當充標的 今天做短空 短空就是先賣 3227的原相 短線技術面轉弱了 定價194.5以上到195.5之間 先做賣出 你看到其實當時9.54 55 股價就在194.5 195這附近 那我們這地方用194.5來做計算 因為大部分人會成交在這裡 賣到之後呢 停損目標也都定下來 那後來股價呢 這地方你看到指數雖然是拉高的 漲了181點做熟 但原相的股價 早盤衝高上去之後後繼無力 有沒有 接下來反而是一路的走低 盤中12點多最低跌到190.5 那我們今天沒有補在最低點 我們11點多12點之前建議大家可以先在192塊 把它補起來 讓大家12點快到了 先去吃個安安心心的吃一頓午餐 那這樣可以賺多少 這今天如果早上賣在194.5的 殺下去192買回 兩塊半的價差穩穩的放在口袋裡 操作個五張 哇今天又有一彎出頭一彎二左右 穩穩的放在口袋裡來對不對 中午又可以吃一頓大餐 或是下午去逛逛街 喝個下午茶又可以了對不對 這叫做生活品質 利用當衝作戰 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今天一天又幫投資朋友 加了一萬出頭對不對 又放在口袋裡 繼續的利用快打當衝作戰的方式 穩鬆求勝 好穩扎穩打拒殺成塔 來掌握賺錢機會 當然也再度證明了 憲榮老師所說的 做股票其實最重要 你要去看憲榮老師的方法 因為成功知道的第一步 是要怎樣 找到正確的方法 自然就能夠把複雜的事情變簡單 把簡單來重複 重複把它做得更好 這樣長期下來用正確的方法 一檔接一檔一次天接一天的 持續掌握賺錢機會 不敢說天天賺 但是至少能夠把 用正確的方法 把賺錢的機率拉高上來之後 長期自然就能夠成為真正的贏家了 對不對 那憲榮老師也再三跟大家強調 其實當衝很多人以為說簡單嘛 反正就是看著盤 今天大漲就追 今天看到什麼股票 其他就去搶 有賺一點趕快跑 沒賺就凹著 凹著凹著凹著 看看哪一天 這個至少就回來了 這個凹到賺錢為止嘛 這樣做股票 我只再三提醒大家 到最後只會讓你說 有賺就跑 有賺就跑 看錯凹著凹著凹著 凹到最後你會發現你滿手股票 全部都重傷 全部都套牢啊 可以這樣嗎 當然不行 那憲榮老師強調 我們的當衝不是 對不對 不是看到說今天大漲 今天看到有大單急拉就去搶 今天原降你看 股價早盤也是大單在這裡急拉 拉上去你去搶 反而賠錢了嘛 所以我說當衝 這是有方法的 那我們的方法呢 也不厭其煩跟大家講過 第一步每天先觀察盤勢 決定攻擊盤做短多 震盪盤整理盤 我們做短空 好 再從一千多檔股票 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原則上我們都是找高價股 或是成交到很大的股票 熱門股 這樣才能夠帶著 會員朋友來做進出 而且一千多檔 找到當我們要做短多 我們就去找哪些股票 有大戶在進貨 轉償訊號 當我們要做短空 要先賣 當然就要找哪些股票 大戶在出貨 這個轉弱訊號 確認轉折時果斷出手 最後遵守紀律 理性操作 這樣子長期下來才能夠成為贏家 對不對 這兩天連續操作 圓下都是發現了 這個地方有大戶 趁著股價拉高上來 再做出貨 有轉弱訊號 所以先買 所以穩扎穩打 兩天加起來 大概賺了六塊半的左右價差 繼續的來複製財富下去 甚至投資朋友 如果說會員朋友想知道 憲榮老師是怎麼去判斷當天的盤勢 該做現衝先買 還是該做現衝先賣 怎麼去判斷的 那要做先買 怎麼去找到該買的股票 要做短空要先賣 怎麼去找到該賣的股票 以及什麼時候採用順勢操作 什麼時候採用反市場操作 這個禮拜最新的會員專屬實戰教學 都有在教大家 希望能夠幫助會員朋友 不但加入憲榮老師的 極品操盤團隊之後 享受到最專業最用心 最有誠信的操盤服務 更在憲榮老師用心的 幫大家準備這些教學的一個帶動之下 也能夠有朝一日成為操盤高手 那再強調一次 這個不是要賺會員朋友的錢的 我沒有額外跟會員朋友收錢 每個會員只要是長期 一年期的一個或以上的會員 都可以擁有一個 就個人的專屬上號密碼 那就可以去學到這些東西 用意只是希望會員朋友 有朝一日學會這些 甚至不用靠憲榮老師 自己能夠找到更多的股票 自己能夠賺的比憲榮老師 帶你更多 這是憲榮老師最大的心願了 當然有興趣了解這地方 想要跟著我們腳步的 都歡迎大家這個地方 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回來繼續來談 談到大盤 那指數今天 雖然拉高漲了181點 昨天跟他提到 當消息傳出來 英特爾這地方 7奈米高階製程卡關了 想要找第三方的一個夥伴 很有可能就是台積電 因為也找不到其他人 來幫他代工7奈米 好 那這時候指數先暴衝上來 講到13031 但是當天也創下了34321的 歷史天亮之後 出現一個開高走低爆量長黑 那短線上原則創新高之後呢 會先在這邊做一個高檔震盪 甚至我們也常講 最大量的地方 未必就是最高點 而指數13031 或許還是有機會過去 先在這裡做高檔震盪 但是在過去都要很小心 畢竟當這個禮拜 不只台積電 連電兩檔 台積電連電同時漲停 這叫雙電漲停 做股票如果像憲榮老師這樣 超過20年資歷的會知道 這其實是一個人氣過熱的一個訊號 再加上成交量爆出歷史天亮 技術分析 價量分析懂得都知道 任何異常大量都是一個警戒訊號 換句話說大盤在這地方 已經要小心 都有人氣過熱的現象 好 那再加上指標 連續的一個高檔背離出現 我只說目前在高檔震盪 似乎還在這裡 只要震啊震 但是一旦正式回檔 都有可能是一個暴富性下跌 這點要去特別注意 好 那就算指數目前高檔震盪 我們也不要說 就忽略了風險 今年下半年 台股還有五大風險存在 第一個 就是我們之前提到過的 當市場的資金過度集中 在台積電的時候 很容易在這裡就是賺指數 賠價差 這不是現在才講的 這個月一開始7月2號 有沒有 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台積電首數308.5 要再轉強上來了 指數也會在這個地方帶動 再創波段新高 這個我們都講過 問題出在台積電這一波不是領頭 很多股票已經在四五六月份 先漲一波之後 這時候台積電才上來 帶指數上去的時候 你覺得其他股票會跟嗎 其他各股大戶有些都已經 先漲一波先賺夠了 這時候不賣什麼時候賣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過 這個月一開始就提醒過 當指數靠台積電拉上去 其他個股大戶會趁機出貨 所以你看到指數漲 你還在貿然追高 很容易怎樣 再接下來賺指數賠價差 這是這個月一開始 就跟大家講過 很有可能會發生的現象 所以你看到 憲龍老師很多東西都講在前面 對不對 用意是希望大家 能夠規劃好未來的行情 做出正確的操作決策 你看到這個月 指數雖然創下1303億到 歷史新高 但是你看到多少股票 卻在這個月不漲反跌 而且不是小跌 很多都是重挫 有沒有 生計股的合一 這個月初漲到476.5 殺下來最低跌到多少 4月28號 7月28號 跌到170.5 同樣防疫股 做額文腔的熱硬 6月份就已經見到157.5的高點了 當現在指數創新高的時候 股價今天最低99塊半 環局要說指數看起來 這邊漲到2000點 1000多點 股價是中錯了58塊 買個10張賠了58 買個1張賠了58 買個10張58萬都有可能 對不對 再來看到原相 有沒有 也是從這波指數 從11500漲上來 創新高的時候 股價不知不覺 已經從這個月242的高點 跌到今天最低190.5 中錯了51塊半 對不對 也是一張賠個5萬多 10張50幾萬 對不對 再來看到5G概念股 很多人在看好聯亞 說這地方 這叫帶量突破 開始攻擊了 結果呢 就從一根長銅之後 漲到330 一個拉回 指數在創新高的時候 今天最低跌到260 居然指數創新高高檔震盪的時候 股價已經跌了70塊了 一張賠7萬 10張70萬 這不是少數 是當這個月 當這個禮拜 7月28號指數創新高 13031的時候 居然有600多檔股票 跌破了月均線 而且都是你耳熟能詳的 一堆大力光 這個矽利 有沒有信滑 景測 微影 玉金光 各位投資朋友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 第一個 當這個行情 靠著台積電 過度集中在台積電的情況之下 很容易賺指數 賠價差 那再加上下半年 如果反全球化趨勢 美中關係持續惡化 絕對不要小看它的影響 會不會在肺炎疫情 跟水患的衝擊之下 整個下半年全球經濟 再度的惡化 以及本土疫情 目前防線守住 可是當大家喪失了戒心 開始出現所謂 暴富性的一個出油潮 而且都不戴口罩 每逢假日 到處都擠滿了人的時候 我希望本土疫情防線能守住 因為一旦破工 很有可能就是 快速的一個擴散 這一點一定要小心 以及全球股市 這一波資金行情 過熱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反轉一下 又是一個暴富性下跌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各位投資朋友 你該怎麼操作 你要在指數已經創歷史新高 成交量爆出3400多億 全市場最熱的時候 你才跳進去跟他買股票 跟他拼波段拼大的嗎 你會發現在這個階段 你買了股票 指數漲 賺指數賠價差 很難就算了 風險中掉很大 對不對 萬一一個拉回 可能又是急速下殺一兩千點 可能又是滿手的重傷 滿手的套牢 這個一定要去顧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會了解 謝榮老師為什麼跟大家說 快打當衝作戰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因為我們的當衝 盤中滿手沒關係 不用擔心錯失行情 有賺錢機會 我們要掌握 但是掌握賺錢機會 要顧好風險 所以我們盤後保持空手 這樣就不用怕 每股一下大漲一下 可能隨時大跌 這樣才能夠顧好生活品質 對不對 昨天操作原相四塊的價差 今天再來一趟 早上先賣 殺下來回補 有沒有 又兩塊半的價差 賺到了錢 對不對 放在口袋裡 安安心心的 去吃個大餐 去喝個下午茶 去逛逛街 睡覺又睡得安安穩穩 所以說 這才叫做生活品質 快進快出之下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又低 隨時可以先買 隨時可以先賣 靈活操作 對不對 避免了長期套勞 也不用擔心放空 哎呀 龍捲會不會要強制回補 會不會被嘎 都不會 錢還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生更多利息 來資金靈活運用之下 天天來掌握 賺錢機會 來累積財富 對不對 所以我說 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當然也要再三強調 當衝不是閉著眼睛 隨便衝 不是看到股價急拉 就可以去搶 今天多少人去找盤 看到原相大單敲進去追 反而賠錢 反而套勞 對不對 所以我說當衝有方法 每天我們按照SOP 觀察好盤勢 決定好多空抽 一千多檔 找最有把握的一到兩檔 確認轉折時 果斷出手 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有攻擊機會 我們做短多 像上禮拜 雙紅 有沒有 發現大戶 積極進貨 準備再攻一波 建立先買 對不對 早上213.5買進之後 拉上去 最高218.5 我們217 發現指數在創新高的時候 股價動不了了 趕快獲利了結 三塊加差 操作五張 一萬五 入袋未安 對不對 整理盤 今天原相 利多品傳之下 大戶又趁著台積電 拉高指數在出貨 好 所以先買後買 兩塊盤的價差 一樣能賺 對不對 甚至像上個禮拜的創意 利多品傳大戶拉高出貨 被我們逮到 一口氣大賺個四塊價差 大賺個十塊價差 那原相 這個也是四塊價差 就是這樣 穩扎穩打 像創意那天 十塊價差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方式 穩扎穩打 來幫助投資朋友 掌握賺錢機會 當個快樂當充足 利用當充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讓你能夠讓家人 過更好的生活 那為了要幫助 更多投資朋友 所以我們在這邊 特別幫大家爭取 推出一個年中慶 一加一的超值活動 要來幫大家搶時間 搶行情 搶賺錢機會 現在活動倒數一天 最後的一個良機 休息時間就歡迎大家 趕快來把握 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並打擋錄一年僅一次 年終慶一加一超值活動 年終慶一加一超值活動 倒數一天 錯誤今年再等明年 刷車線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高老師 極品超盤團隊 2781-0909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誠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入會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這兩天感謝很多投資媽媽 打電話進來 再詢問憲榮老師 極品超盤團隊 那其中 又有投資朋友問說 欸 憲榮老師 每天看你的節目 都覺得 憲榮老師分析 有條有理 都會提醒大家 注意風險 那也很認同 現在大盤在這個位置 風險真的要顧 所以當沖穩沙穩打來賺錢 會是最好的方法 那他說他的資金不多 可不可以 憲榮老師 保證說 每天多少都沒有關係 都能夠去賺到錢 都能夠去賺一些 這樣子 但是他就馬上來做加入 各位投資朋友 我要強調 做股票 真的沒有人可以保證你 天天能夠去賺得到錢 如果有 那叫做神話 神棍才講的話 為什麼說 那叫神棍講的話 其實網路上也有人 在PO一些對象單 看起來每天當沖都有賺到錢 可是我會告訴你 很多都假的 怎麼造假 很簡單 每天出手一堆股票 對不對 有賺的就補掉 有賺的就補掉 沒賺的就放著再說 所以你到時候拍下來看到的對賬單 都有賺錢 對不對 每天都有賺錢 可是到最後沒賺的那一些 凹著放著 到最後你會發現 就是那些不用多 擠檔就好 就會害你受重傷了 那到最後這樣能讓你賺嗎 當然不行 對不對 那有些老師 每天也在電視上吹噓 自己又大獲全勝 又有什麼股票漲停 可是你加入 也發現很多都假的 有些是爆了一大堆股票 有賺的拿出來講 賠錢的都忘記丟在一邊不說 有些是甚至把會員分成N組 每一組股票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電視上表演的 你如果去加入 你會常常發現 怎麼都不是你那一組 那憲榮老師跟他強調 沒有人能夠天天順風順水賺錢 那叫神話 神棍才講的話 那我不可能保證你天天賺 但是我給你別人 沒有的四大保證 哪四大保證 第一個 跟著我做當衝 當天進就是當天出 沒有那種賺錢衝掉 看錯改放波段 其實叫你熬單 和你賠大錢 我們絕不熬單 當天進一定當天待出 第二個 跟著我做當衝 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叫你自己設飛票 我們每天最多就兩檔當衝股給你 第三個 每個會員收到的當衝股 都會是相同股票 所以第四個最重要 如果節目當中秀的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不一樣 老師賠償一百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給大家百分之百的 人格誠信保證給你 所以就是這樣 最高標準要求自己之下 我們的當衝 作戰計畫內容是這樣 每天最多兩檔當衝股 清楚的告訴你要買 還是要先賣 清楚的提供進場價 預設停損獲利目標 沒時間看盤 老師幫你看 到了假 簡訊通知你 或是盤式有變 結構隨時會變 對不對 需要做修正 需要做調整 我們也都會隨時通知 當天帶你進 已經就是當天帶你出 就是這樣的原則 像今天原相 發現大戶 趁著台積電拉高指數 拉高出貨 建議大家194.5先賣 殺下來最低190.5 我們192回補 對不對 穩穩的 五兩塊半價差 入貸為安 甚至像創意 哇這樣十塊價差 都不是不可能的夢想 對不對 原相這也有四塊價差 認同我們理念的 也想利用這樣的方式 穩紮穩打 當個快樂當衝足的 都歡迎大家來把握 提醒大家 年中慶一加一的超值活動 倒數一天 指名加入 尤憲龍老師親自帶領 極品操盤團隊 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本國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